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厄尔多斯东方路桥俱乐部的主场呢 今年的所有比赛都放在这个厄尔多斯的一斤霍乐旗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这个场馆呢也有很多的功能 我们请刘伟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这个场馆呢也是咱们国家的这个中国跆拳道基地 这个牌子也挂在这个场馆里边 还有中国的拳击基地也在这个场馆里边 那么这个场馆还有这个一斤霍乐旗呢 举办过很多大型的赛事 以前呢每年都有这个马拉松 国际马拉松比赛 还有这一些这个马术比赛 应该说这个在厄尔多斯的这个土地上 这个体育文化 应该说这个在这个城市里边 还是还是我们看到非常多的一些现象 没错 我们看到这是厄尔多斯东方路桥的朱章辉 我想从厄尔多斯东方路桥这个年轻运动员来看啊 可能在打销球上我想还是会有很大的困难在里面 对这个朱章辉这名运动员现在是在国家青年队 他这个对手呢应该说也是朝鲜 朝鲜队一等一的这个高手 尤其是在年轻运动员处于上升趋势的时候 他最难对付的打法可能就是这个销球运动员 另外平常联赛今年最大的一些明显的变化 大家知道王立琴呢已经不是运动员了 他今年的平常联赛他作为上海的教练员 而马林呢今天我看这个赤鱼测感受很深 马林是双重身份 既是教练员 俱乐部经理又是那种人 李明顺对朱章辉 第一局李明顺发球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出招会呢是1996年出生 在12年的时候曾经获得第7届全国城市运动会团体的第三名 其实刘友觉得你作为国外的选手 他来参加平常联赛其实他看中的不是薪水有多少 更多的是中国拼抄的这个市场 这个比赛的环境和中国运动员的这种高水平的锻炼 确实国外的这些运动员呢 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拼抄的赛场上 如果说他能够打一个赛季的话 应该说他可以对到很多的抢手 那么通过这一个赛季 他无论是在思想技术战术方面 都能够得到很多的体格 谢谢 谢谢 好 三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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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李明顺这样的消息运动员 他有一定的国际比赛的经验 而且他有相当扎实的基本功 我想说的刘伟就是 一般的年轻选手想赢李明顺 困难非常大 他倒不是说针对李明顺这个人 而是针对这个打法 我刚才说了 年轻运动员在上升趋势的时候 也就是在国家青年队这个层面的话 并不是说打消球都不行 而是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就是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他对下选球的理解和认识 还不是很充分 可能对于上选球的这个理解 包括对拉呀 胡圈球啊 这些都属于是上选球 对上选球的理解 可能要深一些 我们看到这个萧球运动员呢 就是这个朝鲜运动员这个李明顺 那么他呢是这个反手啊 是这个长胶 是TSP长胶 那么这个长胶呢 在长胶里边呢 每一个长胶 每一款长胶也不太一样 这一款长胶呢 它可以搞旋转 一般所谓的长胶 大家都认为这个旋转是死的 但是这个长胶呢 无论是搓球还是销球 它都可以就是利用它自己的 这个手上的功夫和技术 可以搓出转不转 销出转不转 那看来还是挺神奇的 对这个胶皮 当年朱世贺就打这个胶皮 你看现在刚才大家看到的 朱昭辉这个正手拉球啊 就是因为他长胶过来的旋转 他看不清楚 不知道是该加力 还是轻拉过去 所以通过刚才朱昭辉的这个动作 就能知道朱昭辉对付 这个李明顺的这个长胶啊 心里不是很有底儿 那么从小将朱昭辉的角度来讲 这个打消球啊 他对旋转的这种判断 现在是当前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 一定要搞清楚旋转 那么这场球呢 其实本来是想让朱昭辉呢 去拼丁宁的 但是没有想到丁宁呢 不打一单 打了这个一单一双 那么丁宁呢 打一单一双 也就是退聚到二号的这个位置上呢 可以让整个队的这个名单啊 就是排兵布阵 活了很多 对 但没想到啊 就是丁宁会打在这个位置 因为丁宁刚刚拿的中国乒乓球公开赛的女单冠军 这时候正是气壮的时候 应该说丁宁会打在两单的位置 丁宁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小将对萧球的理解不是这么深的情况下 是可以打一些偷袭的球 对 不要打那种持久战 对 找机会在前几板能够解决问题 能够发力的话 就可以找机会进攻 对 杨阳这个说的非常对 你看现在这就叫相持阶段 五到八板之后 这就叫相持阶段 你看这个就对了 就是说你打的 比如拉 削 拉弓 拉弓 你时间越长 你脑子越迷糊 对 越打越糊涂 所以就是说你趁你清醒的时候 看准了 那就该发力的该进攻的一定要攻 我们看李宁顺这名运营员呢 他正手的这个攻势还是比较强的 现在这个9比9也算是关键球 我们看这个朱昭辉 这场球对朱昭辉的这个挑战非常强 这是他几年打拼钞以来 第一次上单打 他一般都是作为双打运动员出场 没准一名惊人 对 非常漂亮的一个发球抢攻 刚才杨阳也说了 他可以运用一些偷袭的战术 所谓的偷袭也就是 搓当中冲 搓冲以及发球抢攻 10比10 其实这样打朱昭辉还是正确的 因为在前几版发动的越早 对年轻选手可能更有利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朱昭辉现在就看出这个临场的应变能力 稍微有点慢 这个李明顺在正守位的这个位置上进攻 他应该有三个球了 这一局当中进攻三个球 应该最多在一在二不在三 不是偶然 对 这个球就搓球就不要搓到他的正守位了 这个球实际不好 李明顺 球比较底线 这样 温西山县 温西山湖俱乐部的外援 李明顺来自朝鲜的消息选手 就先胜了第一局 我们消息休息一下 将继续为您带来中国平凡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就发强了这一种 这一种提包用了他的比较可烦 挑战未登峰 雪花勇闯天涯 开启第一赛场 雪花啤酒为您呈现 CCTV5年度直播赛事 挑战未登峰 雪花勇闯天涯 活在路上 全新SICARE气旋服技术好些 361度多一度热爱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女子第五轮的比赛 威尔多斯东方路桥对威山县 威山湖俱乐部 这是双方第一盘的单打 是由朝鲜的外员李明顺 对威尔多斯的朱昭辉 那么第二排的单打呢 是由威山县威山湖的冰宁 对威尔多斯的朱雨凌 朱昭辉 得这里 最高的 其实周昭辉还是有机会 其实已经打出了一些办法在场上 但是后面几个球 我想昭显的处理球经验不足 因为他在搓球的时候 你看他给李明顺正手进攻 两个方法 一个是你能够有信心 有能力防住他 你防不住他 你还给他正手 你认为他打不着 打不到 还是说感觉这个球 这个搓的有些无奈 或者怕他反手长交的这个选择 这是比较矛盾 确实这场球 应该说北京队排了一个凶阵 也就是说让李明顺出任一单 丁宁在第二场 直接就抓对方的主力朱玉玲 那么这场球 李明顺对年轻运动员 他有一个胜算的概率 要高一些 那么丁宁跟朱玉玲胜算的这个概率 又高一些 那么再去搏双打 我觉得今天从名单上来看 应该说威山县威山湖队的排兵步阵 首先他们先赢了一招 所以就像田际赛马一样 你首先排兵步阵排好了 可能对运动员也会非常的有信心 没错 但更重要的就是看现场临场的发挥 特别你刚才介绍了朱招辉 平常联赛打这么长时间 第一场第一次上单打 对 所以他会不会一鸣惊人 会不会特别兴奋 是吧 打出这种超出他水平和年龄的一些球 我们也期待能够表现得好 4比5 这是一个运气球 6比4 所谓的这个就像朱招辉对付 这攻球对付萧球啊 这个功底啊 就看他的这个无谓失误 也就是作为一名攻球运动员 在对付萧球运动员的时候 他一般球不丢 但是一旦出机会 他就能解决问题 能把握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朱招辉啊 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呃 并不是说难度系数非常大的这些球失误 而是在一些这个旋转啊 看不清楚 在对方呢 就是有的时候是扰乱攻势 攻一下的话 他容易就是心不定 这样造成了他很多的这个无谓失误 没错 李明顺可以说对卫山县 卫山湖俱乐部绝对是物超所值 那么我想呢 李明顺第一在这个队伍当中 他能赔丁宁练球 嗯 这个对丁宁来讲打萧球呢 肯定是有所大的这种帮助 这样也可以增加就是增强 丁宁萧球的打萧球经验 因为我觉得今天啊 就是打到现在来看朱招辉 穿红色上衣的这个左手进攻性打法 嗯 他整个表现 其实他攻的还算可以 但是他防不住对方的球 对 就是萧球在攻的时候 他基本上是防不住的 对 啊 九 所以这个从现在来看呢 这个应该说李明顺占据着这个 很大的优势 一方面呢是经验上的优势 刚才杨颖也介绍了 他参加过很多的这个国际大赛 那么像朱招辉呢 是在拼超上面 还是这个应该说出场次数 并不是很多的这样一个年轻运动员 在比赛经验方面呢 不如这个李明顺 那么从球路上来讲呢 应该说也是这个李明顺 现在应该说他已经看到 感觉到也尝试到朱招辉打萧球的这个功底啊 并不是很深厚 那么对他现在的这个应该说气来讲更壮了一些 他这个气壮了之后是体现在他的攻势上 没错 他一攻一个准现在 对 所以说他心越定 他的攻势就越凶狠 越准确 你看李明顺这个攻球啊 他有个特点 他就是说拍的特别狠 撞击动作比较大 但是他拍的很准 力量特别重 一板就能夯死你那种感觉 你不好防这个球 但是如果你有经验的话 你朱招辉可以控制他 让他不要这样肆无忌惮的进攻 对 你可以控制他之后他进攻丢两个之后他就不敢这么发力 他就没有这种大力的这种扣杀 一打一走基本不丢 这也是一个对付消球的一个经验 就是在对方攻势比较强的情况下 像朱招辉应该把这个消球当作攻球来控制 像对攻球一样介发球 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这场比赛 你一定要旋软过去才能够好 你还是抓这些 三年一年快乐 一车 要吗 护轮 力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0比1 现在 李明顺势2比0领先 各位啊 刚才就是 对于 猪招辉来讲 最大的难度 就是对方的进攻 现在对方进攻他防不住 其实我觉得摆脱可以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 你把所有的球都拉住 尽量不要让他有 在你控制搓球的时候 就是有机会进攻你 就是一直攻着他 你不要搓 你不要缓冲 第二个办法我想呢 在搓球上面 是不是加强一些 逼脚啊 控制啊 搓狠一点 到 现在你看这个猪招辉现在叫了暂停 因为这个拼超联赛的这个赛制呢 就是一二四场 第一第二第四场是五局三胜 那么现在是零比二落后 第三局也零比三落后 再不叫暂停 就已经来不及了 那么对于猪招辉来讲 现在重要的是要调整 这颗忐忑的心 心不定啊 所以说就会造成 你不知道他在哪一个环节上 他会失误 也许搓球会失误 也许拉球会失误 所以呢 这个应该说 先把这个好像先稳住神 先静一静心之后呢 减少这个 减少这个五位失误 这个球呢 对于攻球来讲 确实难度很大 因为他功夫没到 他毕竟年轻 对萧球的理解啊 和这个 这个攻球 打萧球的一些技战术 他没有练到那个程度 再一个就对方的漏洞很少 现在对方的进攻很有把握 萧球基本不是乱丢 不会乱丢 没有什么五位失误 你看一拍一个走 你没招 这球 那你搓的时候 你是不是能够搓对方的反手 搓对方的反手 里面是用长脚一搓 可能朱昭辉他又搞不清旋转 其实他也慌 就比较矛盾 是旋转了 这个球是削了一个不转 现在是朱昭辉是比较着急 觉得防又防不住 进攻呢又打不死对方 所以现在对朱昭辉而言呢 这个挑战比较大 但是运动员的这个成长 尤其是要过这个萧球关 现在非常难受的这个阶段和这个环节 也必须要要渡得过去 渡不过去 因为你看丁宁这么多年了 你要说完全过萧球 这也跟他的打法 这个有着一定的关系 丁宁的 这连续性强 基本功好 但是他杀伤力可能 对萧球来讲 威胁没那么大 那么朱昭辉呢 他可以说各项技术 最怕就是这样 就是说各项都还可以 哪一项也不是说 能够在比赛场上 立刻能够拿人的 是吧 能够制胜的 你像今天朱昭辉和李明顺这个球 你现在还是没有一个战术 有一个战术 就是说咱们前面看到的 朱昭辉在前几板就发动 就进攻 这还是有点用 但是后面被李明顺这么 东拍一下 正手一进攻 这又乱了 没现在办法又没了 就是看不到他的一些 比较有效的这个办法 其实这个打球啊 如打仗一样的 就是你看对方的这个火力点 在什么地方 你要会躲会闪 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 运动员在场上 一定要像个小猴子一样 就好像对方打你 老爷打不中 你会躲会闪 这也是一个本领 这个呢 重要的是要体现在这个落点上 对 就是对方哪个点 火力点 就是进攻能力比较强 你尽量不要去 去那个点 没错 原来平方球强调就是 速度 力量 旋转 现在呢 把这个落点啊 也放在一个极 具重要的一个位置上 这个就是出手犹豫 对旋转判断 不清晰 导致出手的时候 不知道是该发力摩擦 还是拖一下 因为你说他最清晰的时候 是在哪一局 第一局 第一局是个机会 其实还清楚点 第一局打到了9比9 现在有点像进了迷宫一样 其实越打越迷糊 是 得有人扶着才行 5比9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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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个好球 对 好球 这是个好球 利用这个弧圈球的 这个节奏变化 之后再有一个 这个前冲弧圈 这样呢 让对方是在前后跑 不光是左右 可惜太少了 这种球 并且也太晚了 对 又少又晚 那么拼超联赛呢 也是年轻人锻炼自己 打基础的一个大的舞台 所以很多年轻运动员呢 如果能够打拼超 对他们的成长 可能会走一条捷径 但是拼超呢 你刚才刘维也给大家介绍了 你像很多年轻运动员 他不一定能够在第一年 第二年参加 他就能上了聊场 但是能够感受 能够跟一些主力选手 学习一些技战术和比赛经验方面 假如他看比赛 其实也是一种进步 对方 就是说队友打完之后 输了 输在什么地方 假如我在场上打 我能不能做到 我赢了赢在什么地方 我能不能像旁观者 站在场外这么清楚的 来控制自己 我觉得这个他们可以利用在 不上场的时候 要好好的去学习 对 10比6 我看这个威山县 威山湖的这个总教练 主教练 严永国笑的都合不上嘴 对 这个是意外的收获 就是他们引进朝鲜队的李明顺的时候 并没有以一单的这种情况想引进他 你还找高兴坏了 只花了5万块钱 对 引进这个萧球选手 当然对于运动员来讲 他们主要是想参与这个平昌 而不是为了这个酬劳 但是李明顺起到的作用 激活了整个威山县 威山湖俱乐部 也就是前身北京女队 那么稍后呢 将继续为您带来 平昌联赛的第二盘单打 是由刚刚拿到 中国乔房球公开赛的 女单冠军的丁宁 对世界冠军 年轻小将 朱宇玲 我们稍后见 剩下礼约 桑巴节奏 飞了 CCTV巴西世界杯报道 指定装备定制 世界杯再度来袭 玩转你的手机 玩转世界杯 玩变全球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者登陆屏幕上的网址 下载5要赢APP 参加CCTV武足球智力竞猜 两套世界杯 高赛豪华套票等你拿 推荐好友得积分 才能赢大奖 更有检讨双人电影票发出 还在等什么 赶快下载5要赢APP 我的世界杯 我要赢 更多组组的风采 近载Go巴西Go 上经典赛事 向皇家传承 新现代与您共享 经典赛事 风神灵台 主力2014年中国大越野 在一起 征程 2014年 FIFA巴西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哈尔滨啤酒 邀您关注CCTV武精彩赛事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2014年中国平方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女子第一阶段第五轮的比赛 这场比赛呢 是在俄尔多斯 伊金霍洛奇 体育馆进行 我们看到 朱伊玲 对丁宁的比赛 已经开始了 丁宁呢 在 上周日 刚刚获得了 中国平方球 公开赛 女子单打的冠军 刘伟啊 今天这场比赛 可以说是 整场比赛的 焦点中的焦点 丁宁对朱伊玲 但前面你也说了 丁宁 好像排在这个位置上 是专门来抓这个 朱伊玲 她对朱伊玲 真的有这么大的优势和胜率吗 应该说 在这之前的这个比赛当中 丁宁的这个胜率 要高出很多 那么在 现在 当今这一刻 这是团体比赛 那么 由于刚才 这个第一场 这个俄尔多斯 东方路桥队的这个失利 那么现在已经把朱伊玲 给逼到这个 悬崖边上了 一单 那么对他的这个培养 应该说一直是在培养 这个领军人物的这个领袖气质 那么这个培养 我觉得它是 一点一滴 这个每天 这个潜移默化的一种培养 但是它会在一个点上 会爆发 比如说像今天 这场球的这个机会 这种碰到这种机会 它是不是有这种担当 敢于挺身而出的 这种这种精神 这种气质是非常需要的 首先有了这种气质 它才能有一些球 它会打出来 最后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我觉得今天啊 朱伊玲的表现 一定会打出一些神球 打出一些超出它的一些 技术风格的一些球 那么刘伟刚才也介绍 那么这场球我想 那么从角色位置上来讲 就注定 它需要有一些薄杀 有一些就心理上的薄杀 不一定在它的球路上 有有多少凶的凶狠的球 但心理上是肯定是胆大心细 豁得出去 大家看到 微山线 微山湖俱乐部郭燕 前世界冠军 现在郭燕已经成功的转型 成为北京女队的教练 你看这种球 比如说正常来讲 朱伊玲拉到对方直线 但它这个力度质量加了以后呢 这个球的威慑力就强了 刚才那个球就能够直接得分 正受上拳球的连续拉 各位你跟我们观众分析一下 就是以往像朱玉玲 你对她了解比较多 她打了这个阿尔多斯俱乐部 那以往朱玉玲和丁宁打 比如说她最怕的地方 为什么丁宁输得多 在球路上 她有哪些弊端 或者她有哪些机会 应该说这个朱玉玲这名运动员 她最可贵的是她的头脑和思想 打球非常聪明 就我刚才介绍 我说打乒乓球要会躲闪 她在场上确实像个小猴子一样 她可以 其实真正的这种聪明 体现在扬长臂端 谁都人无完人 技术也不是 并不是说非常的 这个每个人就很完美那样 但是她可以扬长臂端 那么在这场球 大家可以关注 他们两个人的 朱玉玲的特点是 发球和她的相持中的 防守反击 这是朱玉玲的特点 那么丁宁应该说 这名运动员 她是心理稳定 带来的技术稳定 一般从不市场 或者说很少市场 基本不市场 对 是因为来自于她的心理稳定 所以她的发挥 应该说 国家队的教练 也非常相信她 有目共睹 对 她的技术特点 应该说是在她的相持阶段 她的相持能力非常强 那么这场球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以前的胜利 丁宁赢得多 但是在今天的 当下的 这个环境当中 把朱玉玲逼到这个份上 没准爆发了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机会 也就是说 从内 就是突破 突破点的这个机会 今天就来临 好我们稍后继续来 欣赏这场比赛 丁宁对朱玉玲 这是市军立地者的弊平 更是志通道合者的狂欢 需要分享的激情 期待共鸣的欢呼 青岛啤酒 分享胜利的狂喜 激荡在每一个欢聚时刻 青岛啤酒 唱响欢聚时刻 中阳电视台 中阳电视台 各位观众您好 现在我向您现场直播 一直飞行出赛 好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中国平衡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现在是丁宁对朱玉玲的第二局 这场比赛有很大的看点 就是小将朱玉玲 在担当第一主力 在这个队伍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第一场是朱招会0比3 赋予了李明顺 看看朱玉玲 今天能不能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这里面当然有很大的困难 因为丁宁这个 刚刚拿完中国公开赛的冠军 而且他在决赛当中赢的是 他一直很下风 或者输的比较多的他的队友 刘诗文 因为你觉得比赛打到第二局 朱玉玲第一局 很成功的地方是哪一个环节 应该说是在坚持进台 没有退台的情况下 这个跟丁宁打呢 一定要坚持进台 如果说一旦退台之后 就会被丁宁呢 就是掉右压左之后呢 全盘控制 也就是丁宁在掌控着这个主动权 但是如果说就算你在进台 但是不发力 那么你都还有一片阵地存在 所以对朱玉玲而言呢 这个阵地非常重要 力量并不重要 需要坚守阵地 对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今天这场球也好 包括朱玉玲 朱玉玲对待左手这个打法的 这个比赛当中 其实重要的是看他如何创造机会 这个环节 没错 把套路能够打出来 因为这些高手之间的这个过招啊 就是他的杀伤力 这个机会球的把握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怎么能创造出机会来 这其实就是一个水平所在 现在第二局丁宁6比1顶先 好球 你看这一局基本上从前面开始 就已经成了这个中台选手 这一板重扣 但是丁宁的防守能力啊 是世界女子运动员最强的 8比1 1-10 1-10 1-1-10 1-10 1-1-10 在开局比分没咬住 一下就彻底拉开了距离 对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 凡是跟丁宁打比赛的人 赢一个球非常的难 输一个或者输一局非常的快 这都不是好的现象 我们稍后将为您带来 双方第三局的精彩比赛 一波表 实时记录中国体育进程 青时尚 自由舒展 鬼人鸟运动快乐 长安福特新福克斯 邀您贡赏CCTV5黄金算式 牛奶没了 我去买 买牛奶要那么久吗 新福克斯引发无限驾想 福特近无直径 集结青春号 菲林格尔地板 7080后加州正会 菲林格尔 好 好 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问您带来丁宁和朱玉玲在平常联赛当中的第三局 双方在前两局打成一平 1比0 对不对 我现在感觉就是朱玉玲啊 她每出手一板 特别是在坚持进台前几板的球啊 她必须要加强质量 必须要对丁宁产生一定的威胁 这个球呢 朱玉玲才有希望 如果撑的板数越长速度越慢 我们丁宁的这个 她的一些特点 就像你刚才说的 会感觉到非常的有优势 2比1 那么我刚才介绍了朱玉玲的这个打球的这个特点 她打球非常聪明 是靠脑子 就像刚才第二局 就是很快的输掉这一局的话 应该说 呃 反映出了朱玉玲打球的这个精力不够 你所谓就像跟丁宁打 其实最累的是什么 是精力 就是你每一板球你要去算 你要去想 对方怎么变 你应该怎么出招 其实最累的是 应该说打下来一场比赛头疼 这才叫乒乓球这个项目 我觉得应该累到这个脑子才是正确的 你看现在从第二局开始 朱玉玲这个 的站位已经开始往后退 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丁宁 无论是第一局第二局第三局 她都是这个表情 这个心态 这种战法 所以说她的这个这个稳定啊 就像一堵墙一样 嗯 但是我们看到朱玉玲今天呢 就是说第一局发挥很出测 但是这个一累了完了以后要休息休息 第二局又不行了 所以说是在起伏当中度过的 因为这个就是当你老输的一个对手 或者你不好打的相对心理上不占优势的一个对手 像比如说像朱玉玲和丁宁打 那么他可能会比正常的时候发挥的更凶狠 是吧 薄杀的更多 但是这个薄它不是一味的薄 它需要把握火候 就是你比如你第一局薄了 第二局你可能可以稍微稍微的稳一稳 这样呢给你一个喘气的空间 就像游泳一样 你得换气 你不可能说一直的这样冲下去 它肯定是技术能力上它也达不到 那你休一局之后可以稍微稳几个 然后再发动 这样把它稳凶稳能够结合起来 你一味的发力定睛也不怕 因为它也有防守能力 对 7比3 我们看这个鄂尔多斯的这个教练是 前国家队队员陈志斌 陈志斌呢是荷兰女队的教练 在拼抄的时候又回到了国内 带俄尔多斯东方陆桥女队 跟赫兰已经解聘了 连续三年 已经解聘 好球 你看 你看这种球没办法 一个很漂亮的反手抱残 但是没有弹死 没有得分 现在啊刘伟我觉得能够看到 就是丁宁打朱玉琳 在球路 在技术上 还确实有一定的优势 你朱玉琳凶 你凶 你丁宁呢 她在中远台 她如果能够慢得下来 这个球我觉得丁宁还是 确实上风 确实上风 另外就是丁宁啊 她现在已经 我觉得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层次和境界 丁宁一般她在比赛场上基本上没什么起伏 对 再一个呢 她很多球 在比赛场上 她的这个把握能力啊 控制能力是 现在也是达到了这种 比较高的一个境界 对 所以你一般人你冲击她 你博她 她根本不怕 是吧 而且她一直在场上就像一个牛皮糖一样 非常能铲 能坚持 好 我们稍后呢 将继续跟您带来这场比赛 现在丁宁呢 是2比1领先与朱宇林 你上了街坏的第一个 你第二个摆了 你看你这个摆了 你这个摆了 中国心 中国情 中国梦 重要时刻 我只穿中华历练 七排 北汽幻速S2高性能风尚SUV 为梦想加速北汽幻速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带来2014年 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那么这是女子第一阶段 第五轮的比赛 现在 阿尔多斯东方路强呢 在阿尔多斯主场 对威山县威山湖俱乐部 来看第二盘的丁宁对朱宇林的单打 好的 防住 丁宁防住 正手 转拉 慢节奏 你看丁宁他这个球就是这个特点 就他现在丁宁一般你打不死他 你不能够两板三板 就能够进攻得分 所以丁宁现在他非常稳定 其实就像这个球 如果朱宇林输了 这是叫正常现象 正常 对对对 但是你不能说前三板咬不住 算不住 就失误了 就输了 那是不允许的 对所以说现在朱宇林 就要静下心来 坚持进台 先缠住丁宁 在缠住的情况下 再去寻找机会和战机 刘伟 你作为阿尔多斯东方路桥的教练 就是说 特别是在年轻队员 有时候比如说 他的表现和发挥 并不能像你想象的那样 那么在比赛结束之后 你会不会冲他们发火 或者批评他们 我觉得现在不会 因为什么呢 我觉得重要的 我对他们的要求就是什么 做最好的自己 在他们的那个基础上 能够有一点提高就可以了 因为毕竟是自己是这么成长过来的 没错 不可能一蹴而就 很多 尤其是运动员的这个成长 他要付出一些代价 我们看到 朱宇玲现在也在努力的去寻找这个变化 寻找突破口 他刚才在拉球的时候 有快慢的节奏 一定要就这种相持住缠住才能有机会 一旦上了丁宁的这个轨道之后 你就打不动他 真的像这个一堵墙一样 又有防守又有进攻 你看就像这种球吧 朱宇玲打球的特点是靠脑子 速度快有节奏变化 并不是说以力量取胜 对吧 那么他力量不大还站到中远台 那就像脑痒痒一样 是吧 所以说他站在近台 这个应该说他现在还没有调整过来 哎呦这球没站稳 但是反过来讲 就林伟朱宇玲他靠变化 丁宁靠实力 但是他们之间一个是熟悉 再一个呢 丁宁对这种 这味道太棒了 他说这味道太棒了 就是说丁宁对这种 朱宇玲这样的球路 其实他就一个办法 也不变硬万变 就像张爱宁原来比赛也多次采用这种战术 其实他就多一半 你攻我房子你 你不攻的时候我拉住你 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甩手的发力 嗯 就这个就朱宇玲 比较头疼的事情 嗯 那另外一方面也体现了 在这种强强对抗当中 朱宇玲的这个杀伤力 也就是说一招致命的这种得分手段 并不是很多 没错 另外呢 他的综合能力 现在和丁宁呢还是有差距 这个差距也正常 毕竟丁宁呢 他的这个整个成绩啊 包括他参赛的经历 嗯 嗯 他应该说整体的能力上远远要好于朱宇玲 朱宇玲呢是一颗新星 对 嗯 刚刚获得过世锦赛的团体冠军 但是 真正个人在大赛当中 经过这种 经过这种九死一生的磨练的一些 嗯 很 让人忘怀的一些 比赛 我觉得 还是 现在不多 对 所以这个刚才杨颖说的非常对 他还是一个 呃 刚刚升起的一个新星 一个小将 那么作为小将冲击这个老运动员的时候 你的锋芒在什么地方 你的锐气在什么地方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通过这个 这个 接下来的这几分球 我觉得 输赢并不是很重要 而在于这种小将冲击老将 你要打出你的味道来 哼 没错 6比3 3比7 3比7 加油 4比7 确实丁宁这名运动员 应该说他的打法非常全面 心理稳定 打法全面 到了中远台 能够奔跑当中 对拉能力非常强 在进台的相持能力也很强 所以像一般的运动员 你没有这么两下子 打不动丁宁的 两下子 我觉得得有五下子才能打动 两下就不够 朱毅宁应该有两下 但是看来还是有差距 我想刘宁呢 他从中国公开赛刚打完 拿完冠军之后 而且他能战胜 他最难打的刘诗文 我觉得这段时间 应该说丁宁可能 在心气上 在整个这种自信心上 或者说在整体实力上 又有了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进步 对 因为我想丁宁 他也有很多时候也很彷徨 就是个擦边球 你看 看看这个擦边球 对朱毅宁来讲 会不会有一些转机 对 继续比赛 机会无时不在 无时无刻不在 所以朱毅宁不要小看 这个擦边球 6比8 8球 我们看在这个香池阶段 丁宁占据了很大的优势 那个香池阶段的优势 奠定了前三板的这个心理稳定 10比6 这样丁宁赛点 10比6 10比6 3比1 丁宁上 丁宁3比1 战胜了朱毅宁 为威山县 威山湖俱乐部 拿到了第二盘的胜利 嗯 现在2比0领先 我觉得还是挺厉害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看到的是前两盘比赛的情况 李明顺是2比0战胜 朱招辉 丁宁是3比1 战胜了朱毅宁 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比赛 其实最关键的一场 还是丁宁对朱毅宁 之前你说到这个对阵 就是说今天丁宁 主要是去抓这个朱毅宁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 也见证了确实 小将朱毅宁 我想在各个方面 可能和她的师姐丁宁 我觉得确实是有差距 一是我看到这个基本功啊 就是在这个功夫方面 香池球啊 包括前三板的技术 另外就是说我们看到从第二局 刚才刘伟特别讲到了 就是一个朱毅宁是大比分输掉这场比赛 这局比赛一比打到一比八一比九的时候 其实这是一个确实一个不好的现象 作为一个年轻运动员 那么在这场比赛 不管是后面打的如何 但是在这个每一分啊 每一板球 我想都应该去努力的对待 因为会影响到接下来的比赛 果然像刘伟说那样可能后面很快 这比赛就拉开了这个很大的距离 你在通过前两场 你是怎么看这个比赛 那么我觉得呢 倒不是说丁宁是专门去抓这个朱毅宁这场球 而是北京队呢 把丁宁作为二号运动员出场 他可以兼顾双打 他整个的这个排兵布阵的这个名单呢 他就相对来讲比较活了 那么他如果说打二号的话 他势必第一场就要碰到朱毅宁 这是一个 但是我觉得今天非常可惜的 就是朱毅宁在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 他的这个抗挫折能力 就是说对这个有困难 但是如何面对这方面 我觉得并不是很满意 我们稍稍有一点失望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讲 每一场比赛其实都需要自己深刻的去总结 只要同样的问题不出在这个下面的比赛 就是一件好事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本场比赛的第三盘 是由丁宁盛丹丹 对俄尔多斯东方路桥的赵延和朱昭辉 那么现在大比分是 威山县威山湖俱乐部2比0领先 丁宁和盛丹丹的双打立位 从整体实力上来讲 是不是要高于赵延和朱昭辉 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首先要了解一下这个赛制 现在大比分呢 这个威尔多斯0比2落后 那么这个双打呢是三局两胜 也就是说双打会非常快 那么刚才杨颖介绍的这个双方实力的这个分析呢 应该说是这样 从个人技术上来讲 大家都知道丁宁占有一定的这个优势 那么他带着圣丹丹 圣丹丹也是国家队队员 带着圣丹丹出场呢 从气势上感觉应该说是非常强的 但是从配合来讲呢 这个就是赵延和朱昭辉的这个配合呢 应该说在拼涛联赛 以及这个全云会的这个配合当中 他们两个人相对来讲 配合的还是机会比较多的 但是现在就是在这种逆境当中 如何反败为胜 如何就是逆转的话 就是就看这个赵延跟朱昭辉的这种心态 刚才刘伟介绍了 这个拼涛联赛的赛制呢 是比以前浓缩了 那么五场比赛决胜局均采用七分制 另外呢就是第二场第一场 还有第四盘 这三场球呢采用的是五局三胜制 另外呢就是双打 第三盘的双打和第五场 将采用三局两胜 决胜局也是七分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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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这个球这个反手台内的一个爆弹打得非常漂亮 但是现在这个今天虽然是这个俄尔多斯这个队主场 应该说现在大分被压制着 就看这个其实这个天势地利人和的这种感觉 好像差一些 另外一个现在就是像叮咛 刚才大家看这个观众席上的这个拉拉队 也有叮咛的这个球迷 所以说并不是说这个主场的这个气势一边倒 而是有那些那些球迷也在给丁宁加油 没错 刘伟也刚才也说到 就是在两场打打之后 在现场呢会有和现场观众球迷的一个互动活动 对 就是现场 放高球环节 放高球就是咱们参赛队员来放高球 然后现场观众来打是吗 对 就是打三个球 如果说能够赢一个球就会有跟这个现场运动员有可以拍照签名这样的 那机会很大 这么高球 如果观众力量大的话 一般我觉得打过来这个还是挺难防的 因为业余这个球员啊 他打过来的球是非正规的 非常规打法 所以反而专业运动员不好防 今天在观看比赛的还有俄尔多斯的一个市里的一个业余的一个乒乓球比赛 所以结合这个拼超的这个比赛呢 所有参赛的这些选手都到现场去看这次比赛 所以在这个俄尔多斯现在乒乓球这项运动 对 推广的非常好 他的俱乐部场馆也是非常多吧 对 场馆非常多 但是乒乓球基本上就锁定这一个场馆 9个主场全部在一斤霍洛奇的这个全民健身中心 第一局是温山县温山湖的丁宁这支球队先轻松的取胜双打 三星Galaxy S5点亮我生活 CCTV5携手道合酒夜南服电池走进狂热的足球之下 道法自然 柔和纯美 浑然天成 品道合 论天下 道合国运 电藏 这么多非电池 怎么保护地球啊 有聚能还的南服电池 一节更比六节强 玩具用完还能接着用 电池换得少 耐用更环保 南服电池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为您介绍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现在温山县温山湖也就是前身北京女队 大比分2比0领先 第三盘的双打呢 丁宁和盛丹丹也是有着一定的优势 那么这两支队伍都是在前四轮比赛当中保持不败的队伍 另外今天呢也给大家介绍介绍就是 俄尔多斯东方路桥这三个年轻选手除朱雨林之外 朱昭辉赵炎和这个张强 他们都来自江苏队 其实江苏队呢 这几年 虽说没有出什么尖子 没有出什么特别知名的运动员 但是江苏队的这个教练员团队呢 其实非常的努力 他们一直在 不光是打造这个江苏队男女队 另外呢 他们也想了很多办法 也希望能够引进人才 在日常的训练当中呢 他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是这个刘伟可能也知道 出一个人才真的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每个队伍可能都会出现这种 十年和东十年和气的一个情况 青黄不接 但是我们看到像朱昭辉赵炎张强 在他们当中 可能他们并不是说特别出类拔碎 但我相信他们还是有很强的这种 运动生命力 在一个团体比赛当中 这个一方面是在打这个灵魂人物 另外一方面在这种逆境的这个情况下 这个大比分落后的这个情况下 非常的这个 这个需要 你比如说像厄尔多斯 东方路桥队这种 现在需要什么呢 需要这种有担当精神的运动员 挺身而出 现在已经已经就不行了 到悬崖边上的时候 需要有这种挺身而出的 有担当精神的运动员出现 所以说这些东西吧 看似有一些漂亮球的出现 其实是内在的骨子里的一种 一种精神的体现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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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朱昭辉和赵岩 这两个选手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双打能力 可能还不一定比他的单打能力强 因为他们都是属于那种打相持 但是在双打的发接发上 台内短球啊 这些小球技术 比他的相持技术要显得青涩一些 看这两名小将 还是在积极的这个商量 对还在想办法 还在这想办法 对 对 上 7比5 上 3 2 3 前面是威山县威山湖队有一个擦网 救起来这个擦网之后 得来的机会非常不容易 5比9 其实刘伟从这局比赛 我们看到了平常联赛这个赛制 还是非常吸引人的眼球 你看他如果说双打 11比5 现在拿下第二局将会进行的是决胜局7分制 偶然性非常强 那么如果能够赢得偶然性 像赌博一样的这种刺激性非常强的金球制 那么第四盘的单打是朱玉玲对李明顺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双打的决胜局 外形是内涵的表露 硬变机名 灵活掌控全场 有容乃大 方能 赢在其脸 长安瑞行 有形有款 有内涵 全能清客 一步到位 清时尚 自由呼吸 鬼人鸟 运动快乐 你健康 你福达 青岛 黄海制药 喜丽啤酒 敞开新世界 全力呈现体育精彩赛事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在晚间为您带来平朝联赛 这场双打的第三局 对整场比赛 都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作用 第三局比赛 看看赵岩朱昭辉两名小将 能不能冲击 丁宁和盛丹丹 能够冲击成功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漂亮 这个球是走动当中冲直线 这个球难度系数非常大 一比 七分制 所以这个 这个一开 开局非常重要 这双打打到三分之后交换 换对手 也就是第一局 换场地 换场地换对手 对 非常好 也就是在第一局当中 就是这个对手呢 对赵岩朱昭不利 第二局 换过来之后 换过来之后 赢得了第二局的比赛 也就是在前三分比赛当中 朱昭辉跟赵岩一定要咬住比分 之后在后三分比赛当中才能 这个扩大局势 我觉得丁宁和盛丹丹明显 1比3 这个在处理球上保守了 很明显保守 丁宁也很 就是说打得比较稳 那丁宁如果说 完全是以稳为主 不发动的话 那么盛丹丹的能力 我觉得还是 达不到那种在场上作为核心的 来领衔的这样一种角色 确实现在对威山县 威山湖队 现在就是已经是胜利在望了 整场比赛 他们觉得已经有机会可以赢了 对 有这种想赢怕输的想法 尤其是年轻运动员盛丹丹 他在处理球的时候 是不是果断还是犹豫 对整场比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这场赵岩朱招辉能够拿下来 第四盘的单打呢 将会是李明顺对朱宇玲 那么从第二局开始 赵岩跟朱招辉非常成功的一点 是在这个回球的落点上面 大家都知道 丁宁跟这个圣诞丹两个人 就是这个两边发力 两边进攻的能力非常强 那么从第二局开始 赵岩跟朱招辉就已经开始盯住 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中间位置 也就是近身球 让他们有力发不出来 这样稍微别扭一些 所以这个落点 落点意识 在后面三个球啊 他必须得坚持盯住 叮咛和圣丹丹的中间 这个双打就是说你的可控性非常小 因为你就是说控制了你自己 但是你控制不了你的同伴 你不能保证他的发挥 能够完全放开手脚 所以现在朱招辉和赵岩 还是领先三分 这两名小将呢 前两年在拼超当中一直在配合 尤其是还经历了这个全运会的这个比赛 所以他俩应该说配合的还是非常默契的 5 6分1 这个乒乓球比赛啊 有心脏不好的人不要看 对 你看眼看着这个不行的时候又峰回路转了 刚才刘伟还在告诉我们导播 是准备3比0吧 这个球 2比6 我想这个球如果是丁宁单打 他咬回来的可能性有60%到70% 但是双打对丁宁来讲他的难度 大家也就可想而知了 他控制不了从半 还是他必须都需要同时合力 所以盛丹丹也要打出他最好的水平 另外一点就是现在朱昭恺和赵岩 他们俩能不能在接下来的这几分球当中 能够自如的灑脱的最后一分吧 不要能不要去那个想赢怕输操之过急 所以这个时候所谓的乒乓球打心态就是打关键球 北大有几个队员总结了一句话 我说特别好 我说非常赞 他们说到了关键球的时候是什么呢 技术是假的战术是真的 也就是说你现在要有聪明的头脑 正确的思想做指导你的落点 要有一个正确的路线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来看看这一分 现在3比6 摆短 反手拉起来 这个时候整个的节奏不要放慢 人的节奏包括朱昭恺跟赵岩 刚才拼得很凶 整个的动作衔接的非常快 那么现在这个场上的这个比分6比10 现在被追到这个6比4的情况下 还是应该先积极主动先上手 这个球朱昭恺和赵岩若再不攻肯定是不行了 对 丁宁和盛丹丹现在也是在全力的抢的主动 现在是7分球如果再赢1分 朱昭恺和赵岩就获胜 所以大家这个所谓的这个关键球 不是说现在看比分是6比5 现在应该是11比10 没错7分制 发球出台 哎呀天哪 6比1领先被追到6比6 刚才我们还在说6比1 大比分领先 眼看着要拿下来了1分球 再来再来没关系 那两位小匠 在场上这几个球打的不是太理想 对 重要的是这个心理上有变化 哎呦好 拉穿了 这球能把丁宁顶成这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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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这个就是坚定 出手果断 心理坚定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犹豫 一犹豫 就错失良机 现在赵岩发球 跳 好球 我怎么觉得这个球叮咛好像是打到手上 有点打到手上过去的那个球 有点飘好像 那这球把握性还是很强的 感觉这个往前送的这个动作非常多 谁能够连续净胜两分 谁就够取胜 7 8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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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威山县威山湖俱乐部现在再次拿到赛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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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比8 加油 赵岩这个反手前冲虎圈还是很帅的 尤其是在这个关键球的这个情况下能够 能够拉出来非常不容易 8比9 加油 8比9 加油 这个球呢 猪招龟是在拉手的时候顶住了 戳的比较底线 来不及拉手 这个球其实就应该清脱一下 过渡一下 自己不要发力 自己不要发力 借力拖过去 还是在这个一个是打老将的这个得分率 另外一个在打这个年轻小将的失误率 是吧 这个时候这个盛丹丹只要把球能够上台之后叮咛来解决战斗 其实这个时候就很简单 丁丁就告诉她 那你全给我上台 不管什么就只要打上台就行了 下面的事我来办 加油 10比9 加油 加油 继续比赛 准备 走 太急了 太急了 这个心理着急 站位还太远 都没有够到球 所以说现在 这个赵岩跟朱昭辉的这个站位一定要往前站一点 因为打到关键球不敢轻易下手 过去的球都很轻 打到这个关键球啊 就看谁先积极主动的先上手 谁就占据了主动 这球盛丹丹呢 我看啊 现在盛丹丹积极的用正手 他站位有点侧过来了 和丁宁呢 尽量能够配合起来 都用正手来拉住进攻 哎呦 这个球 盛丹拉的太硬了 非常过硬的一个反拉 在关键比分一个高质量远台的反拉 这样 威山县 威山湖俱乐部 拿下了第三盘的双打 以3比0 战胜了 沃尔多斯东方路桥 我们看到这个丁宁啊 这个盐弯球非常激动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赛 但是这场球啊 也是来之不易 大家看到这是今天比赛的 三场比赛的比分 4水 爹 你看看 8